船下多雨 好大 这也太大了 背着一座山一样 这波好大啊,好长啊 刚才那一路上 那大风大浪 然后是大雨 这得45磅以上了 小庆 OK,你得从那边过来 踩到水里了 一脚陷到泥里 已经成第一个鸭子了 那就是那颗烂的那块 水下救生圈 这么多玩意儿 水下救生圈 坐在这儿 坐草原 经典的 萝卜牛腩 这个营地没桌子 刚好这个桌子这两天到了 还挺合适 要不然就得什么东西都放地下吃饭了 一天早饭 阳光明昧 难得在太阳底下做早饭哦 拿个铲子准备干什么 又不下雨 本来说下雨 要给这帐篷挖排水沟的 又不是说有一天要下大雨 结果发现它另一个用途 这个营地没有厕所 需要自己建 居然没有box 只好用它了 右边哗哗的水声 这是我们的营地 在一个小半岛上 我们的帐篷 在那个一堆树里头 那个大石头上可以跳水 水很轻 这是37号营地 帐篷和环境很和谐 有没有炭呀 还是挺凉的 真的吗 这么确定 什么 有没有炭 有没有炭 看这个 还有 小 Bey 有没有炭 这就有制作 油 辅 星星之谷 星星之谷 这风景倒还不错 这一个小狐狸就这一个营地是吧 但是这个营地 除了一块大石头就没有平地 然后对面就是portage 明天要往回走 还得先把东西装到船上 虽然只有十几二十米宽 大厦帐搭在这 帐篷得搭到那边 这也不够平 那还有水 帐篷只能搭在这 这还相对平一点 好像你的小铲子还得用 这还是没有box 这次这俩营地都是这样 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这湖里只有这一个side 哎呀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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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